航拍的画面显示 台山核电站两台发电机组的核岛已经完全封顶 即是说就算现在发现放入里面的反应堆有安全问题 已经是没得回头 要是整座核电站棄置 要是就冒险继续运作 这个核电站距离香港只有130公里 机组采用法国研发的第三代压水式反应堆 是目前最先进的核电设施 不过法国供应商阿凯发生产的反应堆压力容器 一年前被法国核安全局发现 顶部和底部的碳含量大幅超标 用钢组的压力容器会不够坚韧 容易导致核泄漏 采用同款压力容器的芬兰和法国 他们兴建的核电站随即停工 唯独台山这座核电站继续建立 已经封了顶的核岛 是核电厂最重要的部分 电站投产之后 所有的核裂变都会在这发生 压力容器会不断承受高压高温和辐射冲击 全真社的记者 在台山实地采访的时候 接触过7名由法国供应商派来的 外籍工程师和建筑师 他们都表示 工程虽然已经完成了 但投产期会有延误 因为还需要进行大量投产前的测试 和检查整个工程是否符合要求 最快2018年才可以启用 但他们表示 中国一方很心急 不停催赶工程 要求核电站可以在明年投产 争取成为世界第一个 采用第三代压水式反应堆的核电站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这个月首次回应压力容器的问题 指法国方面经过覆查之后 认为台山两台基组的组件合乎标准 但上个月 法国方面先再发表测试结果 指钢铁的碳含量超标情况 比估计中严重 要延长测试期至年底 有核电专家认为 台山核电站是一个试验场 因为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运行的reactor 就是EPR 如果它是第一个做的话 它是在做一些没有前面经验的事情 台山核电站是由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和法国电力公司EDF合资 中方占七成股权 其中51%由香港上市的中广核电力持有 一直争取首期1号和2号基组 在明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先后投产 在核安全监管方面 整个项目是受中国的国家核安全局监管 并非受法国核安全局监管 所以如果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同意的话 一样可以投产 不需要理会法科 法国电力公司指公司的发言人 在回应全真社记者的查询的时候说 台山核电站有关的事业 应该由领导项目的中广核回应 中广核的指公司 中广核电力回应全真社记者查询的时候 也只是强调 他们非常重视核安全 中广核电力回应全真社记者查询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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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广核电力回应全真社记者查询的时候